好,我们现在呢煮一碗泡面 煮到泡面以后呢,把干冰放在里面 好,这是一碗刚刚煮沸的面条 哇靠 哇,这声音 看着看不清 这个降温效果 哇,这沸腾的里面的汁液都 再往外溅了 哇 咆哮的泡面 来吃一口 啊,面还是很烫的啊 因为它毕竟冷却的 不是很均匀的,局部冷却 哇,我们把电门关掉 哇,这泡面 这泡面真的冒泡啊 哇,剑的旁边全是泡 拿个抹布来擦一擦 现在没那么溅了 刚才刚放进去的时候溅出来比较多 哇,冒出一个白色气泡啊 把它摁在泡面底下 好,我们来吃吃看 嗯,还有很烫啊 还是得跟电风扇吹吹吹 这样能看得清楚一些啊 有个小白泡泡 哇,这干冰啊,话说 生命力可真够持久的 到现在还在冒泡 二氧化碳泡面 嗯 哎,我戳不太到 哦,没了 哦,就剩一点点了 一根丝 哦,就差这一根丝了 把它放在表面 放下去 断开了 哇 它在油的表面 因为它不会相融嘛 哇 好快哦,这东西 因为它和水之间是有一层 二氧化碳的气体薄膜 所以它的移动速度 非常的快啊 它的阻力 在水面上漂浮的阻力 非常小 如果一个船的底部 能生成干冰的话 那在水上开的不要太快哦 当然是要平静的水面 好,没了没了没了 画完了 哇,这感觉啊 好神奇哦 好了,接下来 没什么好看了 就是我把这泡面吃完了